陳文倩 陳主持人 來上台 極美麗跟智慧於一身的 陳文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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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同時也請我們這一次 整個論壇的重量級的語台人 林懷銘 林老師 有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不是有一份食物要給林老師嗎 我有一份禮物給林老師 林老師你猜猜 像我要歡迎你的禮物 會是什麼 不會是稻子 因為我知道 雲門四十年 最重要的創作 叫道河 請打開來給他 你不要笑到大聲啦 你是在這個社會上有興趣的人呢 他生我一盆麻油雞 以前我腰洗 林老師講一下你跟麻油雞的關聯好不好 你也有一個 我自己要給你吃的啦 因為文倩知道說我的飲食 就是早上兩三片麵包 然後晚上九點半以後 十個冷凍水餃 他大為同情 所以就有一天就給我麻油雞 問我好不好吃 我就說好吃 所以他想到給自己買麻油雞的時候 我會有一份 謝謝文倩 那兩個原因 我更正 他為了他形象 現在很多人為了形象 講話都沒有台下那麼誠懇 可以爆料嗎 林老師 你說啊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林老師都說 我告訴你啦 我是常常在做過的的人 聽懂嗎 你有沒有講過這個話 沒有啦 我沒說就很為了 真的嗎 而且我看打開雲門這本書 我要跟所有的人推薦 我不是要來賣書啊 但是如果 我要告訴你 你們一定要讀的一本書 就是這本打開雲門 這裡頭呢 林老師提到一段時間 他陪他的爸爸媽媽去紐約 然後他的爸爸呢 要去參加 國務黨發動的抗議 到聯合國去抗議的活動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你跑掉了 因為你說我們剛退出聯合國 那你跑掉了嘛 他們叫我說一起去 那我說我不要去 因為那個時候 我這是反骨最深的時候 對 參加釣魚台遊行啊 這些東西 但他們一定要我去 所以我就說好吧 就陪他們去 結果到的時候 我就不想去了 我說你們去 等一等我再回來接你們 所以他們就走掉 然後我就 他往這邊去 我往這邊去 那走了一條街以後 很有趣 忽然間 聽到中華民國國歌 那是我已經兩年多 沒有聽到的國歌 我就愣在那裡 還是有一點點 然後還是繼續走了 結果 等到 我覺得 20分鐘過了 應該可不可以去接他們 就聯合國大廈前面 已經沒有人了 只剩下 一些紙的國旗 你覺得那個抗議 連20分鐘都沒有啊 嗯 對 他就叫 大概繞一繞就走了 就這下子我就糟糕了 我就找不到我的父母親 據說 那天本來是說 去聯合國帝國大 去帝國大廈 就帝國大廈 結果一個人跑去帝國大廈 從頭找到尾 然後天黑了 帝國大廈沒有 沒有人 所以到今天為止 我都不知道 記得帝國大廈長了什麼樣子 因為只在找人 結果我就回到旅館 然後媽媽說什麼 然後敲門 然後打開門 我的母親說 你吃飽嗎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 都有人買 做北部的人就是這樣 所以我今天送 心裡面覺得很歉疚啊 這就是我 你吃飽嗎 感謝 他生命還沒吃 好 我們開始今天的對話 其實我看了林老師 雖然我跟林老師 算很熟悉 而且認識他非常久 平常跟他的交往也很多 看了打開雲門這本書 我就覺得今天 我們請他來青年論壇 他會帶給所有年輕人的東西 實在太多了 林老師請坐好嗎 謝謝 你如果要吃飯請你好好吃 雲門成立於1973年 1972年 剛好我們退出聯合國嘛 對不對 然後1973年雲門成立 雲門成立的第一出舞是白蛇傳 他是兩歲的時候 兩歲的時候白蛇傳 OK 然後接著就有新傳 是 從白蛇傳到四十年最新的創作是道河 蔣薰在為這本打開雲門的序裡頭 這麼寫著 白蛇傳 是獻給人的 新傳 第二出五句 也是獻給人 在白蛇傳裡頭 林環銘老師尋找的是中國的神話 在新傳裡頭 他尋找著 是屬於台灣的先祖協議裡頭 台灣人不能遺忘的東西 從中國徘徊到台灣 從台灣又尋找到中國 最後 許多的對話 又在九歌裡頭完成 而九歌之初五句呢 裡頭又包含了全世界所有的文明跟河流的關係 同時在雲門過去四十年的創作裡頭 其實林老師跟我們所有那個世代成長的很多人一樣 他的創作裡頭包括我的鄉愁 他覺得那個時候的台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 最終四十週年 他有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向大自然致敬 我有沒有背錯 沒有錯 OK 那 到了四十週年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一切都很簡單 然後 所以我到了慈善 讓我覺得太好了 因為慈善的美是大自然的美 加上人 很對於土地的關心 他們用有機的耕種 來處理他的田地 然後很美 然後我就覺得 回到自己的土地 講大自然 人生 大概是這樣子一個東西 為什麼選擇慈善 因為其實林老師你 總共雲門已經演出兩千多場 去了全世界無數多個城市 然後我還看到有一段很好笑 你為了要上台致詞 只有三分鐘的英文演講 然後要PO在YouTube上 把你緊張 整個月會都不困難 對吧 沒有錯 沒有錯 文獻講的是 今年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 要有一個活動 就是 國際舞蹈日 那麼他們會每一年 等於透過這個舞蹈日 來榮耀一個編舞獎 好 那今年他找到我 那我就說 好 可他講三分鐘的話 那三分鐘的話 三分鐘的演講稿很難寫 因為我不是文獻 文獻可以出口成章 我不行 所以寫文章 然後 因為現場要講 那我希望講了三分鐘就三分鐘 所以 在飛機上 就開始背了 開始查單字 看發音怎麼樣正確啊 那大家就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嚴重 因為 等雲門到了國際上 或者我到了國際上 雖然沒有國家的派遣 我們就是台灣 對於很多人來講 在這樣的場合裡面 見到的台灣人 大概是很少看到的 所以 是的 背到最後還漏了一句 所以很辛苦 但是結果非常的好 講完了以後 觀眾全部站起來拍手 那我就鞠躬啊 然後鞠躬啊 然後就下 等到我走到我的位置 他們還在拍手 是我必須離開位置 再出來鞠躬 所以 還是要的啦 還是要認真的查發音 還是要認真的做功課 把東西備好 然後像真的一樣 去做這個事情 像真的一樣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是我今天想要 跟林老師談的話題啊 其實今天的雲門 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台灣的地位 仍然已經這麼高了 他做每一件事情 哪怕是三分鐘的演講 他可以如此的敬業 你總共在飛機上 準備多久 因為我們很多年輕人 會覺得說 他如果準備很久 表示他能力很差 你做個典範 告訴我們大家好 我想 那本書委裡面 講雲門的一些工作人員 他說林老師 從來沒有說什麼叫做完美 林老師沒有說什麼叫做最好 林老師原文在說 可以更好 所以你永遠可以更好 那麼一個舞 演了兩三百場 你還是可以更好 那只要有時間 你就把它做得更好 沒有時間就算了嘛 就沒有辦法了 可是有時間 你就把它做得更好 這個事情讓 做得更好的時候 大家很開心 非常 那過程中間當然有點磨難 可是 做好了以後 自己覺得 比較安心一點 那 出來的樣子 讓大家 觀眾也開心 所以 一定要做得更好啊 所以你唱演講 準備多久 英文演講 那個演講 演講 演講 那個演講 事實上是寫了一個月 當然我不是天天在那邊寫 有想到的時候再寫幾句 再改幾句 再改幾句 然後錄音 錄音 錄了三次 因為第一次錄得不好 再錄了兩次 然後 完了以後再 把它變 跟影像結合的時候 覺得 那個感覺不太對 所以就 錄了三次音 然後花很長時間 去把它 整個的影帶做好 因為它 大家如果在YouTube 你可以看得到 International Thanksgiving Message 2013 你就會看到這個東西 很多人就看了就哭 那個好評是不得了的 那好評是不重要 是我自己覺得比較心安 所以你要練好 你寫得快要一個月 當然不是每天做 但是也花了一個月 錄了三次音 然後在飛機上 十幾個小時 飛到紐約的路途上 一直在背 然後還要糾正自己的 pronunciation I don't have good pronunciation 因為我的英文 麻麻糊糊的 你可以這樣講話 可是你真的上台 你要把 上台講話 你必須把一個字一個字的 就跟人家講清楚 特別是這回是不在紐約 在巴黎 在巴黎 特別是對法國人講英文 對法國人講英文 敬業這件事情 是我第一個想要談的主題 雲門過去的敬業故事 從草創時期 你可以想像 那當然沒有話講 但是也是很辛苦 我想許多人可能很難理解 林環銘在創辦雲門五集的時候 有多麼辛苦 不過我們待會再回來談 一剛開始的故事 我要講的是 沒有一個成功是僥倖 而且所有的成功者 都是敬敬業業的 看待他現在手中的每一項工作 在我所看到雲門的故事裡頭 我看到最敬業的一個 叫做恐怖片 在當 Giovanni飯店 那附近 你們在那個地方呢 用過了早餐 然後那個地方呢 是你們參與 在布拉格 對不對 在布拉格演水樂 對 你來告訴我們大家 當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叫做雲門的專業 我們去 我們到布拉格藝術街去 舞蹈街 國際舞蹈街 剛剛 我們已經講了 我們住在當Giovanni Hotel 隔了一條街 從窗子看下去 綠的深海 是森林一樣的 原來是猶太人的墳 就在我窗口前面 過了馬路 就是卡夫卡的墳 就在那裡 結果那天吃了早飯以後 首演夜 吃了早餐之後 全體拉肚子 食物中毒 所以全部住在廁所上面 還有幾個去打點 那我們希望 我就跟他們要不要取消 大家舞者說不要 所以下午再說 那我說我們把五 做短一點 下午再說 所以我們五點半集合 全部人都集合 然後去打點滴 從醫院裡面就溜出來 那我說怎麼辦 他們就不講話 然後就去化妝 所以那天演出的水月 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演出 就是當你的身體 完全不幫你忙的時候 你的精神就出竅了 所以完全是靈魂在跳舞 觀眾是熱烈的不得了 可是他們不知道 後台發生的事情 因為水月是一個很慢的舞 巴哈的音樂 非常非常緩慢的動作 然後一到一進了舞台後 全部飛奔到廁所去 所以後面的廁所實在不夠 所以大家去 後台非常的迅速快捷 到台上以後就來了 所以這是水月的事情 所以我在這本書裡面說 所以以後再看到水月的時候 我覺得像個恐怖片 因為我看到是水月以及後台 可這是舞者 這完全是舞者 在早期的時候 舞者們有什麼樣大大的困難的時候 你要妥協一下 你要怎麼樣一下 舞者們不幹的 他們就是要這樣做 林老師這次在雲門40周年的時候 沒有選擇一個 因為你在今年的時候 領取了美國的國家舞蹈的藝術獎 那你是美國以外的亞洲第二個人 第一個 那亞洲的其中第一個人 其實我說不算數 因為那個人是猶太人嘛 對不對 以色列人 所以以色列人等於是 不完全算亞洲人 所以是第一個人 那其實在那樣的位子的人 你如果是林老師 雲門40周年 你覺得你要去哪裡表演 你可能第一個選擇 喔 來中國 去北京 或者 你可能覺得我要去千年古蹟 我要去埃及的金字塔 或是敦煌 或者我要去巴黎 或者我要去Lincoln Center 我總要去一個地方吧 結果他選擇的 是台東的池上 他不只是向大自然致敬 如果你要向大自然致敬 你也可以去美國的大峡谷 對不對 可是他選擇的 是台東的池上 林老師談一下 你40年來 其實我在你的過去的人生的點景地獄裡 一直注意到 你說了一句話 那個報紙上的林懷鳴喔 報紙上的林懷鳴 所以 中國時報這次會幫我們做很多報導 對 美育社長謝謝 那個報紙上的林懷鳴 跟他是沒有關係 他始終如一 他就戴著 你是真的始終如一喔 不小心講了這句成語這樣 然後你就戴著你的包包 老是黑衣服 就這樣出場了 40年來 不管你得了多少個獎 你始終如此 而且你又選擇了台東池上 為什麼 而且為了這個台東池上 你從去年開始就去割道 就被我們的密探給發現了 因為 穿黑衣服 市場我的黑衣服就是一樣的衣服 褲子也差不多十幾條 衣服也二十幾件 所以每天早上起來 你不必想你今天要穿什麼 沒有時間了 因為很多工作 你可以多花一點時間在工作 做你要做的事情 文謙剛剛講的那個整個事情 要追溯到 雲門為什麼成立 我原來是一個作家 我大一的時候唸法律 我是法律師 你怎麼唸過一樣跟我一樣爛的戲 真是抱歉 大二的時候轉到新聞系 去美國的時候唸新聞 然後唸了一學習的新聞 我就轉到英文系 去唸小說創作 同時開始學習跳舞 我回正大當講師的時候 我二十五歲 但是二十六歲 所以我就給自己創了 或創辦的雲門舞伎 為什麼呢 因為我雖然學過跳舞 可是我完全沒有專業的經驗 我也不曉得什麼叫做舞團 是等到台北演出之後 第一次的台北演出 就賣掉了三千多張票 所以我就嚇壞了 而且有點精神崩潰 說這下子要好好學編舞了 那為什麼一個寫小說人 去做這個事 我想跟六十年代成長 是有關係的 六十年代 簡單的來講 它是一個年輕人的時代 年輕人覺得自己有責任 而且有能力來變天 來改變社會 改變世界 那麼在美國 反戰 還有民權運動 這些都是 而且看到事情 在慢慢發生 在巴黎 在蘇加哥 在東京 全部都是學生運動 所以我在那個氛圍裡面長大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什麼 那麼剛好 推出聯合國 釣魚台 所以 就回台灣了 那那個時候 如果你要我去做環保 董事基金會如果成立的話 我想我也會參加 只要能夠參加社會的事情 我都很願意 只是 這是命運決定的 我回來兩天後 幾個音樂家來找我 然後就說 我們來一起合作 我說我不要跳舞 我只會上我一點點課 結果其中 一位舞者 他就介紹我給他的系主任 我就到文化大學去教課 那麼很多的女學生很愛跳舞 其中我們的鄭淑基小姐 在這裡 鄭淑基小姐是那個時候 原本的創團的舞者 你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他們很想表演 那我說我們自己可以做一個舞團 同時我們那個時候說好 這個舞團要做什麼呢 不是到紐約到巴黎去演出 這個舞團是到學校為學生演出 到社區為社區的居民演出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六十年代的關係 同時我也深深地受到文革的宣傳裡面 看到了赤腳醫生 那些年輕人受到一點醫療的訓練 就到了偏鄉去做服務 那這些事情加起來 都覺得我們應該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剛開始是這樣做的 所以一直過來 雲門都希望能夠到學校到偏鄉去 後來現在當然大家都知道 雲門去紐約 去莫斯科去這些地方 可是事實上是 後來在整個經營的時候 我們發現 你要到台東去 最近的距離是經過紐約 因為如果你在台灣一直說 我要去台東演出 去美農 去埔里演出 有點辛苦 那這個是紐約回來的 大家說也許會注意一點 然後就去了 所以我只要說 因為台灣是這樣的一個好地方 真的是這樣的一個好地方 年輕的時候可以發神經 覺得你說要去社區 要去學校演出 但是四十年後果然做到 那是因為 企業界跟社會 各界的這樣子來 把你撐起來 大家覺得你做的事情不錯 就去了 所以到這些地方去演出 是雲門開始的一個初心 在很多的時候 當我累的時候 我就說你不能背棄自己的初心 是雲門開始 是雲門開始 是雲門開始